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很多人都喜欢吃咸菜 那就该了解一下常吃咸菜的三个变化 一个好处,两个坏处才能健康的吃咸菜呀 一,吃的更多 开胃呢,是所有咸菜的普遍优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咸菜的原因 尤其是咸菜和粥一起吃就能更好地提高食欲了 二,头发干枯,缺乏维生素C 咸菜在腌制的过程中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蔬菜上的维生素C 如果经常食用的话,就会导致维生素C的缺乏 进而出现毛发干枯等现象 三,血压升高 咸菜中的盐分是非常高的 经常食用就会导致身体中的钠元素升高 严重影响我们的血液健康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呢 如果经常吃咸菜的话 那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是否也有这样的变化呢 大家都知道啊 经常吃泡菜呢,对身体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又想吃,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泡菜中加上遗物 就能让泡菜变得健康又美味 大家都该知道 加入一些蒜汁 这样的天然物质呢 可以阻止泡菜中的亚硝胺的合成 从而抑制住亚硝酸盐的生成 这样啊,就可以降低腌制食物对身体的伤害了 除此之外呢 大家在平时如果想吃咸菜的话 尽量不要去商店中购买咸菜 那样的咸菜中啊,含有的化学成分呢会比较多一些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家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咸菜 这样呢,对自己身体也会更好一些 经常出现腰疼腿疼,是疲劳吗? 今天啊,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个让你膝盖不适的坏习惯 要是你也有啊,就一定要改过来 一,长期久坐 很多的人呢,工作和学习啊,就会经常的坐着 这样长期的久坐啊,很容易出现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 进而呢,出现腰腿疼痛的现象啦 二,经常穿高跟鞋 这样的布料习惯呢,会导致腿部承受更多的重量 不但会导致腰酸腿疼啊,而且可能会出现那腿部变形的现象 三,秋冬季节漏脚脖 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脚脖裸露在外面 但是这样的习惯会严重的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和腿部骨骼 不但会经常腿疼,还有可能会出现关节炎等问题 大家平时要是有这三个习惯呢,那就一定要改过来了 到腿疼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呀,就和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每天在家做一做 十分钟就能轻松缓解腰腿疼痛 一,俯卧拉伸 俯卧在瑜伽调上,双腿伸直,全身放松 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 之后将我们的双肘放在垂直于肩膀下方的位置 将上半身支撑 让重心放在前臂位置上 深呼吸几次 放松我们腰部的肌肉,保持两到三分钟即可 二,站立拉伸 站立在瑜伽垫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双手在后腰处扶住腰部 之后呢,我们的宽部向前侧移动 头部和上背部尽量地向后仰,停留一个呼吸之后还原 重复这个动作,大家如果突然地出现腰疼的话就可以试一试这个动作 好,腰细酸软呀,是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在面临的事情啦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种野菜 平时这样炒一炒,生羊气,补肾气,恢复腰腿健康 那就是韭菜 韭菜呢,一直都有生羊草的美称 也很受人们的喜欢 韭菜中呢,含有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蛋白质等营养元素 不但营养成分高于其他蔬菜 而且其中含有的挥发性精油和含硫化合物啊 不但可以提升阳气,还能补充腰腿的营养 让腰腿越来越好的同时呢,起到降血压的效果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用韭菜和金针菇一起炒 除了降血压之外呀,还有很好的降血脂 减少心血管等多种血管问题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